首岛英雄王继才走了,今年7月27日,王继才在开山岛上突发疾病去世,中年59岁,他的首岛时长,也被永远定格在了32年, 他和妻子自1986年齐首位开山岛,这是一座位于黄海海面上的孤岛,作为祖国的东大门,开山岛在1986年,前,曾有济南军区某连队驻守,军队撤防后改设民兵哨所,王继才生前正是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唯一的哨员是他的妻子王世华,如今,王继才走了,但首岛还会继续,王继才一双王世华对蓬佩, T.H.E.P.A.P.E.R.C.N.表示,他已于8月6日上午,向组织递交了首岛申请,他想把丈夫的愿望继承下去,老王跟我说过,就算他哪天走了,也要在岛上走,在岗位上走,王世华说,这是王继才曾经许下的诺言,如今也是他的诺言, 据新华社8月6日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世纪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王继才同志首导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32年,相同的每一天开山岛坐落,于江苏燕尾港向东12海里的黄海海面上,面积金两个足球场大小,虽为弹丸之地,但作为东大门,开山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公开资料显示,新华日军当年从灌河口登陆前,首先占领了开山岛,新中国成立后,开山岛曾有济南军区的一个连队助手,并修筑了军事设施,设有航标灯塔一座。 直到1985年,部队撤边,开山岛被列为民兵哨所。1986年7月14日早上八十四时分,这是王继才所记录其上岛时间。 据公开报道,在他上岛前,灌云县人五步曾先后找了十多个人守岛,最长的待了十三天,最短的看了一眼,就跳上船回去了,乱石,野草,旧营房,还有蛇,老鼠,以及蛤蟆,这就是王继才在岛上最初的日子。 直到48天后,他的妻子王世花来到岛上,两人抱头痛哭,王世花想把王继才劝走,但反而被王继才劝走了。 又一个月后,王世花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带着行李来到岛上,夫妇二人就此相伴守岛,并携手坚持了32年。 他们的儿子和小女儿,就是在岛上出生的,而在出生时,台风正在肆虐,无法乘船上岸的王继才,不得已用烧红的剪刀在开水里消毒,然后亲手剪断了旗带。 这32年,每一天几乎都是相同的,每天早上,夫妇二人会准时举行升旗仪式,结束后开始一天中的第一次寻岛。 每天最后一次寻岛结束后,王继才睡前会一笔一画,写下首岛日记。 据公开报道,32年来,夫妇俩自己掏钱买了上百面国旗,还攒了一麻袋的值班布,就算哪天我走了,也要在岗位上走。 2010年前后,王继才夫妇坚守海岛的故事逐渐为人所熟知,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才觉着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王继才生前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他们夫妇二人来说,家就是岛,岛就是国。 2013年,中共灌云县应为港镇开山岛村党支部和灌云县应为港镇开山岛村村民委员会,在开山岛山挂牌,这是全国最小的行政村。 王继才担任首任支部书记,王世华是首任村委会主任,2014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王继才,王世华夫妇时代楷模称号,同年,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荣获海防模范民兵哨所称号。 然而,长年艰苦的生活条件,以及潮湿的生活环境,也给王继才夫妇的健康埋下了隐患。 王世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王继才生前经常心口疼,身上也有很多湿疹,老师说要痛,要他帮忙捶。 王世华的身体也不是很好,王继才突发疾病去世时,王继才并不在岛上,而是回到县城治疗自己的骨骨头前夕坏死症状,我曾经跟他说过,要不我们下岛吧。 王继才告诉澎湃新闻,王继才并不理会他的建议,他只是对妻子说,守了这么多年,祖国也给了他们这份荣誉和任务,一定要把岛守好。 就算哪天走了,我也要在岛上走,在岗位上走。 王世华已递交守岛申请8月6日,王世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已于当天上午,向冠云县任务部递交了守岛申请,他的诺言也就是我的诺言,他走了,我要继续,王世华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难,这些年来深受王继才的感染, 而且自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由于当年是自愿跟随王继才上岛,并非游人五部正式委派,因此,要正式接过王继才的接力棒,王世华还要走申请程序,若不是6日下午突然有事,他本打算当天就重返开山岛,接下来,是王世华股身继续守岛,还是会增派人手陪同,还有待组织审批决定。 据王世华介绍,扑付二人的年收入,曾经只有3800元,这两年才涨到了2万余元,要是为了钱,我们早下倒了。 王世华说,王继才是一个把荣誉看得生命还重要的人,王继才不幸离世后,也再次得到了组织的高度肯定。 7月30日上午,王继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灌云县殡仪馆举行,现场到辞称,32年来,王继才同志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祖国海防事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无愧时代的标杆,无愧道德的丰碑,更无愧于百万灌云人民的厚望。 它就是一面闪光的旗帜。据新华社8月6日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世纪做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对王继才同志的家人,有关方面要关心慰问,对像王继才同志那样长期在艰苦岗位,甘于奉献的同志,各级组织要积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更多关心爱护。 首先一下中国的俱 flaws,叫做逐温 varies width Explan ready maturity, Breathe in attack… 丝太识 牵手 军刑 moons常并 advanced失誤标 falando能够 athletics, 对像自己的处方会主席,歐洲隔аются While不同又破ule了, 丝太争快的部分双廉快睡前来的生 iç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